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当你听到这样的题目的时候 你马上想到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 我们晓得主耶稣在地上的最后一个星期 也就是他要舍命十架已经进入了倒数祭食的时候 他曾经用一粒麦子做比喻 教导门徒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而那个真理跟你跟我有密切的关系 那个真理就是一粒麦子 它可以意味着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小东西 同时一粒麦子也可以代表一个非常伟大的生命力 它可以代表隐藏在麦子里面的那个生命 经过了死亡 复活重生 可以不断地繁殖 不断地延续 为什么同样是一粒麦子会有两种不同的定义呢 它为什么可以定义成微不足道的东西 也可以定义成一个伟大的生命力 那个关键就在你如何使用这一粒麦子 我们都是像一粒麦子一样 基督徒的生命就像一粒麦子 到底我们是哪一种麦子 到底我们的生命像一粒麦子 是不是握在手里 经过很长的时间 经过我们一辈子 永远都是一粒 永远都是我自己 还是我们的生命像一粒麦子交在主的手里 让神使用经历神迹 而可以结出许多子力呢 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第二十节到二十五节 这里告诉我们说 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 有几个希腊人 希利尼人 他们来见加利利的博赛大菲利 也是耶稣的门徒 就对他说 先生 我们愿意要见耶稣 菲利就告诉另外一个门徒安德烈 他们两个人同时去告诉耶稣 耶稣的回答很特别 耶稣并没有回答说 好 我见他们 或是等一下 现在不是时候 他说什么 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你会觉得是答非所问吗 为什么耶稣要这样的回答 你必须要知道 因为这跟我们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 第二十四节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 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人就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爱惜自己生命的 就失上生命 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 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你可以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这句话对你来讲 是充满着我们今生的一大堆的矛盾吗 你必须要知道 就在你回家之前 你就会发现 神讲这句话 跟我们的生命 确确实是息息相关 无可否认在这里一开始 耶稣就用一粒麦子 来形容他自己 来比喻他自己 你会觉得很奇怪吗 耶稣是如此的崇高 为什么他选择用一粒麦子 这样的卑微的东西 来形容自己的生命呢 为什么耶稣他不用一些 比较珍贵的 像一颗钻石 可以闪闪发光 这不就跟他的身份比较合适吗 你可以想象 一粒麦子跟一颗钻石 在世界上的人的眼中 它的价值是无法相提并论 那么为什么神不选择 一颗钻石来做比喻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仔细地思想 你就会发现 因为一颗钻石 无论你把它放在哪里 无论你把它保存多久 它永远都是一颗 它不会多出很多的钻石来 可是一粒麦子就不一样 当你把它种在土里以后 它就会长出麦苗 它会结出麦穗 当麦穗成熟了以后 你再把它种在土里 经过一年 经过百年以后 你会发现 这个麦子 它所产生的是 整个麦田 甚至它可以不断地繁衍 遍满全地 我们就会发现 那个麦子所产生的价值 会远远高过了 这一颗的钻石 我们必须要能够明白 耶稣说这一个比喻的目的 是在告诉我们 如果耶稣就是一粒麦子 我们必须知道 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 我们每个基督徒 就是那一粒麦子 所结出来的子粒 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 换求耶稣所走的路 我们也要走 耶稣所形容 祂自己的生命 就是一粒麦子 我们的生命 也要像一粒麦子 我们的生命 如果要活得更有意义 我们就要像耶稣 所比喻的一样 我们要成为那个 可以结出许多子粒的麦子 但是在结出许多子粒之前 我们必须要认识 一粒麦子真正的价值 是什么 麦子真正的价值 不是在它的本身 麦子真正的价值 是在这个麦子 可以延续生命 到底怎么样可以 从一粒麦子 可以结出许多子粒呢 在我们刚才所得的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三点 第一点就是 我们必须要能够 正确地认识得识 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 什么叫得 什么叫识 但是什么是我们 正确的得识观 我们必须要明白 第二点 我们要绝出许多子粒的话 我们要彻底破碎自己 我们要像麦子 那个壳要脱去 那个麦子壳要剥开 那个麦子才能够 长出麦苗 才能够结出生命 第三点 我们必须 人生要有一个目标 那个目标就是 我要让神 在我的生命中得荣耀 让至高的神得到荣耀 不是的 是让神得到至高的荣耀 如果那是你人生的目标 使我们就可以为主 结出更多的果子来 今天我们要从这三点来思想 一粒麦子象征着我们的生命 我们如何为主 结出更多的实力 第一点 我们必须要正确认识得识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得跟识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很多人先得到了 最后失去了 也有一些人是识而复得 另外有一种人是 他没有的时候 他很想得 等到他得到了以后 他也很怕失去 所以我们就说是患得患失 这些都是我们得识的一个经验 问题是说 什么才是基督徒正确的得识观呢 我们都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就是当一个小孩看到了一个糖果罐 他就想要伸手去抓那个糖果 当他抓一把 想要从糖果罐伸出手来的时候 他就卡在那个瓶颈的地方 他就弄不出来 他就一直不断地费尽力气 面红耳赤 几乎要哭出来的时候 他的手仍然卡在那里 一直到他的父母说 放开 放下你的手 放开你的手的时候 他才可以拖出他的那个瓶颈的地方 他手才可以伸出来 这个小孩以后他就明白 他就知道 如果你想得到糖果 你一次不要抓太多 你才可以真正得到你想要的 我想这个简单的故事要告诉我们一个人生的道理 这个小孩他懂了以后他就成长了 他就告诉我们成长的过程是在于不断地放下 只有你张开手 你才可以得到更多 你同意这样子的一个人生哲理 你同意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吗 事实上这样子的看法跟耶稣的教导 有一个非常雷同的地方 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 一粒麦子如果他不是能够放下 放到土里面去 他一直抓在手里 他永远不可能结出许多的子力 事实上这一句话 在我们上一世纪的有一个很伟大的英国首相邱吉尔 他也说了另外一句话 跟这句话非常地接近 他说什么 他说 We make a living by what we get We make a life by what we give 我们晓得get跟give就是得跟失 你get就是你得到了 give给出去以后 你就没有了 你就失去了 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得失观 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翻译出来 简单地说就是 我们借赚取 我们维持生计 但是透过给予 我们可以使生命延续 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圈当中 在我们今天看报纸里面 我们都可以常常看到有一些人 是的 他一直不断穷其一生在赚取 他一直不断地在拼命 甚至他蜡烛两头烧 最后他断了很多东西 是没有错 但是他赔上了他的健康 甚至有人因年早雕 死于非命 但是我们也看过另外一种人 他一辈子都得给 甚至他可以给他的青春 给他的岁月 他可以赶上生命给出去 就像Mother Teresa一样 是的 最后他自己不断能够长寿 将近快要九十岁 在那个年代已经是非常地高龄 他不只延续他自己的生命 因为他的给予 他延续了别人的生命 无可否认的很多东西 在我们急紧盈盈的时候 我们会失去 但是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 我们却会得着 所以耶稣在讲一粒麦子 要落在地里时 才可以结出许多子粒的同时 他接着又讲了另外一句话 这一句话 你必须在回家之前 就能够明白它的真正意义 就是在刚才我们所读的 约翰福音12章25节所说的 耶稣接着说 爱惜自己生命的 就世上生命 在这世上 能够恨恶自己生命的 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你千万不要看到了 一大堆的矛盾 这好像不是一个 我们一般人的观点 今天我们一定要明白 到底耶稣在说什么 免得我们误会了这个真理 在这里很明显的 耶稣说出了基督徒正确的得失观 到底什么是我们得失观 这里说出了两种生命 爱惜生命的这个生命 是指我们肉体的生命 我们就会世上生命 我们讲的是永恒的生命 一个是地上的生命 一个是属神的生命 一个是战时的生命 一个是永远的生命 到底这句话 耶稣要强调什么 他强调的就是 耶稣的跟随者 如果你有一个正确的得失观 如果你生命中摆对的 正确的优先次序 你对你的人生会有一个态度 那个态度就是 你对永恒的东西 你对属神的东西 你对于那些属天的东西 会非常的渴慕 非常的追求 会非常的热爱 热爱到一个地步 相对上的那些属地的 那些精神的 那些眼前那些带步走的东西 就会变成非常的违不足道 会让你好不在乎 以至于可以相对地来说 甚至到一个地步就是 你爱那些永恒的东西 爱属神的东西到一个地步 你等于相对上就恨恶了 你眼前的这地上的东西 就好像一个丈夫爱她的妻子 爱到一个地步 别的女人在她的眼中 通通都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一般 我们中国人不是有一句成语的 这么说吗 这就是在说明了这个真理 今天除雀的属灵的生命 属天的生命以外 其他的东西 我都不把它看成是生命一样 这就是主耶稣的意思 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 你爱惜你紧紧抓住 你会失去 但是你愿意恨恶 你愿意放下的时候 你会反而得着 所以这就说出了基督徒正确的得失观 不是得而后失 不是先得后失 而是你借着失去得 基督徒的得失观是失德观 我们今天必须要能够认识 神要教导我们 就是你今天愿意放下一些东西 你就会得到另外一个更宝贵的东西 到底值得高头吗 我们如果从保罗他的人生 就可以见证出这样子的一个失德观 在菲利比书三章第七节 保罗说了一句话 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 换句话说他曾经有一些东西 他觉得非常宝贵 他觉得他必须要紧紧抓住 他要穷其一生去追求的那些东西 那是先前 已经不再是现在了 他说我现在把它当作有损的 因为因为耶稣基督 因为我得到了救恩 因为我得到基督丰盛的生命以后 这些先前与我有益的 却突然变成有损的 你想想看 有益的你会抓住 有损的你绝对会把它丢弃 你就可以看到他接着就说 不但如此 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保罗所当作有损的 你我还在紧紧抓住吗 到底我们是想得而后失 还是我们想先失而得 我们必须要看保罗的人生 他说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自保 到底保罗在说什么 很简单 就这么几句话 万般皆下品 只有救恩高 万般皆下品 只有耶稣基督为自保 这就是保罗所要强调的真理 他确实活出这样的真理 他说什么 他说我为了他 已经丢弃万事 丢弃万事 先失去这一切 放手这一切 以后呢 才得到基督 到一个地步 他说我把它当成奋土 那不就是恨物吗 你明白没有 今天我们在这里必须要看到 今天基督徒的得失观 不是先得后失 而是因失而得 今天很多东西 我们一直不断地在追求 那些东西不一定是不好的东西 那些东西不是善好的东西 我们会愿意 为着善好的东西 放下赐好的东西 在两年前 曾经有一个别教会的弟兄 他的工作地点是在海外 但是他家人在这里 所以他会经常回美国来看他的家人 就在我们聚会结束一点多的时候 他突然出现在我们的教会 他有一些事情 想要来听听看我的意见 原来就是他工作的单位 调来的一个主管 而这个主管事实上 在阶级上面跟他是平行的 可是这个主管呢 他有一个很大的特别的地方 就是专业知识是普普通通 可是他很会做人 人际关系是一等一 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很会拍马屁 以至于呢 他是老板眼中的红人 其实他感觉到很不舒服的是说 既然他们是同等地位 有些时候他甚至对他讲话 把他当成是他的属下一样来发命令 不打紧 开会的时候 他明明是他自己所做的一个成绩 但是却被这一位主管拿去邀功 他真的是有点像是有苦难言 一直在那边吃闷亏 所以呢 最近他有一个机会 就是大老板要到分公司来 要召见他 所以他得到了一个机会 他最主要来问我说 觉得要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他可以怎么样把握这个机会 对这个大老板说些什么样的东西 我立刻就问他说 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 你觉得你得到一个机会 你不想要措施良机 对不对 他说是 我说你觉得这是什么样的机会 你觉得这个机会是你报复的机会吗 你觉得是 这个机会是你平反 自我平反的机会吗 他点点头 我说如果你对这个大老板 也说一些这一个人的一些缺点 说他的不是 说长道短 在他的面前讲一大堆这些东西 你觉得那个大老板会听得进去 他会相信你所说的每一切吗 他马上就说 未必见得 我说你如果没有这样的把握 你觉得你应该说什么呢 他说我就是不知道 所以来问问你 我告诉他 我说除非你有更好的做法 不然你就照着我的意思 你跟他见面的时候 你告诉他 说这一个主管的优点 说出他的长处 说出他在工作里面的 非常勤奋愿意付出的那一部分 并且借这个机会也夸夸你们的老板说 你们很会用人 你们真的是会掩饰英雄 他当时呢 并不太以为然 他想说我都已经这样子吃憋了 你这样叫我 我不是等于是什么 不是等于再被欺负一样吗 但是我跟他讲说 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 你可以使用 如果真的没有的话 你既穷了 你就接受我的建议 大概将近九个月以后 他又再次回来 他才告诉我说 公司的气氛有很大的转变 他说他跟他的关系 已经不再那么紧张 而且他以前一直怀疑说 他在大老板面前 可能有说了一些话 所以老板对他有看法 但是他觉得现在 好像这些事情都不存在 老板对他也蛮友善的 但是我问他说 你知不知道 扭转这一切的关键是什么吗 因为你是神的儿女 因为你有一个正确的得失观 因为你懂得要先失而得 而不是只是要抓住要得 我可以讲 你如果觉得这是报复的机会 你如果一直不断地 在老板面前说他的不对的时候 很有可能你最后 失去的是你的工作 我说你是先失后得 我说因为你懂得 失去一个敌人 你得到了一个朋友 你在你的公司里面 失去了一个对手 你在工作里面 得到了一个伙伴 他明不明白 今天我们的生命就是一粒麦子 我们可不可以失去这一粒麦子 我们可以得到许多的子力呢 你愿意吗 你愿意为主得到许多子力吗 我们必须要看到第二点 我们不只要知道 有正确的得失观 是因事而得 我们必须要能够彻底地破碎自己 什么叫破碎呢 事实上破碎这两个字 常常被我们当成是一个负面解读 就好像这个人有一个破碎的人生 我们觉得破碎的东西一定要被修补 但是我们知道 的确 我们忽略了破碎这两个字 也有它正面的意义 因为神会使用破碎的东西 有一个美国的牧师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God uses broken things 神使用破碎的东西 来成就他的旨意 神使用破碎的东西 来完成他的计划 接着他说了这一番话 他说 It takes broken soil to grow a crop It takes broken clouds to produce rain It takes broken grain to give bread 我并不准备翻这三句英文 如果你看英文 你可能可以稍微意会 反而比较能够了解他的意思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就是 神确实使用破碎的东西 当我们要破土的时候 你才可以兴起一个宏伟的建筑物 你没发现玉瓶必须要破碎 才能发出它的香味 就连人也一样 彼得必须要被破碎 彼得必须要借着三次不认主 神要把他绝对地破碎 他的自我 他的自负 他的自明清高的那样子的 一个属灵光景 他以为他自己非常有信心的 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必须完全地被破碎 所以这个渔夫才可以变成伟大的使徒 神使用破碎的东西 是的 在约翰福音刚才我们所读的 十二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耶稣说 一粒麦子必须要落在地里死了 才可以结出许多子力 为什么 因为麦子外面有一层壳 这层壳必须要在地里面 因为它的温度 因为它的湿度 一直到一个地步 它把它的那个壳能够破碎 能够脱去 它才可以真正结出许多子力来 今天我们要回想的是一件 非常跟你我喜喜光光的真理 就是我们的生命就像一粒麦子 什么是我们的壳 什么是我们包住我们生命 那个使我们没有办法结出子力的 那个坚硬的壳 如果我们的里面有神的灵 有神向我们吹一口气 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 就像格林多前书所讲的 我们有这个瓦器是宝贝在我们的里面 那我们里面不就是神的灵 外面的不就是这个壳 这个壳不就是我们的身体 不就是我们的肉体 这个壳不就是我们的脊 这个壳不就是我们的魂吗 难怪尼托森会说一句话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魂破碎 灵出来 你的魂落不破碎 你的脊落不破碎 你里面的灵是不能出来 你灵里面没有出来的话 你就没有那个生命力 你就没有办法延续更多的生命 今天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们要学习破碎 问题是什么时候这个壳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显明出来的是什么 我们只知道这个道理 说那就是我们的肉体 但是你没发现 我们的肉体常常表现在什么地方 到底什么东西影响了我们 使我们这一粒麦子 没有办法解除几多脂粒来 就是因为这个壳我们脱不去 你知道这个壳表现在哪里吗 这个壳表现在我们基督徒的面具 我们常常会戴着一个面具 这个面具就使我们 没有办法活出基督的生命 曾经有一个姐妹 她的人生实在是非常的坎坷 她出生就在一个贫穷的家庭 但是她没有到很大的年龄 她就失去了母亲 并且她还有一个先天性的疾病 是一个免疫力低下 以至于天气一变 她的身体的关节就会非常的疼痛 在她成长的过程 她的后妈完全不爱她 所以等到了18岁的时候 她就已经放弃了学业 她出去打工 她自己想要维持自己的生活 经过一段时间 她甚至就搬离开她的家 经过了一段非常艰辛的 这样子的一个时间 等到她有一天 她想到说 我要搬到一个更大的城市 把她搬去的时候 她就要找一个教会 她给她找到了一个教会 她参加那个教会的小组 她在那里聚会 刚开始聚会的时候 她马上就会发现 发现这个教会里面的人 似乎跟她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她们都非常的光鲜亮丽 开口闭口就是感谢赞美主 Hallelujah 当她们在分享的时候 都有荣美的见证 都是我工作很好 我的孩子很听话 婚姻非常的美满 或者是爱情很得意 就是讲一大堆的这些 让人家亲家非常羡慕的东西 这个姐妹她心非常的单纯 她听完了以后 事实上她更加的自卑 她总觉得是说 我不如他们 但是慢慢她习以为常 她就觉得是说 是的 这些人才叫做属灵 他们才是神所爱的 那说把属灵的定义 就吓出了定义 好像一定要无病无灾 要辉煌腾达才是属灵 所以她渐渐地就要包装自己 她要打扮自己 她那个打扮自己 不只是她买了一些漂亮的衣服 她打扮自己包括属灵的装扮 她就开始戴上了面具 当她参加聚会的时候 她很怕人家知道她的过去 很怕知道她的那个不堪的人生 所以她就必须要隐瞒 她就一直不断地要告诉人家说 她也很好 可是她实际上不是很好 可以事实上她在里面 非常的难过 非常的痛苦 一直到有一天 她参加了周五聚会结束以后 她还要上个大夜班 她还要到工厂去加班 加班完了以后 回到家里面 她非常的疲惫 当她坐在椅子上 躺在沙发上的时候 她就睡着了 在睡梦当中 耶稣向她显现 耶稣对她说 她说小丽 小丽 你好吗 她说我不好 主啊是你吗 你知道我的光景 我很不好 她说你很不好 为什么你昨天晚上在聚会的时候 告诉弟兄姐妹你很好呢 她当下就流下眼泪 她说主我不好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让他们知道我的背景 我怕他们看不起我 我在他们面前非常的自卑 我必须要装着一副 很好的样子 他们才可以接纳我 她一直以为 她被接纳的条件 就是要跟他们一样好 最后主说 你如果想要真正的好 你拿一下你的面具 小丽丽会回来 说主不可能 我这面具戴太久了 这个面具已经变成我的面膜 它已经贴在我的脸上 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看到 那个面具背后的 那个真实的我 我已经在这个面具戴得太久 我必须要让这个虚假的人 虚假的我面对他们 她说我拿不下来 主说你可以拿下来 她说怎么拿下来 主说你就好好地流泪 你好好地哭 让眼泪软化你的面具 让眼泪来融化你的面具 她哭了 她哭醒了 当她哭醒 她去照镜子的时候 她才发现 她的浓妆已经慢慢地卸下了 她看到的那个是 好像没有化过妆的自己 就象征得好像一个真实的自己一样 她那一天 她就决定说 是 我要拿掉面具 我要用真实的自己 来面对弟兄姐妹 当她下次在聚会的时候 她马上告诉弟兄姐妹 她说 我要向你们道歉 我跟你们面前杀了一个谎 我得罪了神 但是神告诉我 我必须要用真实的自己来面对你们 她说了她的身世 她说了她有疾病 她说了她没有受很多的教育 她说了她事实上是怕被瞧不起 等到她说完了以后 不是她哭了 是其他的人都哭了 就马上有人回应说 请你弟兄姐妹饶恕我 因为我一直在你们面前戴着面具 我也一样在撒谎 我也不快乐 我好像在你们面前觉得很属灵 可是实际上 我活得非常的恐惧 另外一个姐妹说 我也很犹豫 另外一个姐妹说 我经常睡不着 另外一个姐妹说 我孩子不听话 她们开始在那里 大家流起了眼泪 大家卸下了面具 你想想看 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小丽姐妹 她破茧重生 她在整个小组里面 结出了果子 因为她懂得破碎自我 让整个小组活出了基督 活出了一个真实的生命 一粒麦子 若不破碎自己 她就不可能 结出许多之力 第三点 我们必须来思想 你想要为主 结出许多之力 你的生命 必须要有一个崇高的目标 那个目标就是 你要让神得到荣耀 你要让那位至高的神 得到荣耀 你要让那位至高的神 得到至高的荣耀 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 二十三节 耶稣说 人只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你还记不记得 耶稣在这个之前 曾经有几次 当人们对他说话的时候 他的回答是说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为什么这时候 他说我的时候到了 到底有什么不同 我们晓得 这是在一个前提之下 也就是有欲群的那些 悉尼尼人要来见耶稣 然后耶稣就说 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到底耶稣所讲的荣耀 是什么样的荣耀 你必须要知道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也有在追求荣耀 可是我们可能追求错的荣耀 不是基督所讲的这个荣耀 基督所讲的荣耀 是至高的荣耀 从接着那个二十八节 就看出来 耶稣基督说什么 他说 父啊 愿你荣耀你的名 愿你荣耀你的名 马上天上天父就发出声音来说 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 还要再荣耀 我们必须要从这一节经文看到 神他的荣耀 是有所谓的荣耀 更荣耀 最高的荣耀 我们必须要看到 过去耶稣已经得到了荣耀 当他受洗的时候 天上开了 有云彩像鸽子一样 圣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 他得到了荣耀 但是那不是他至高的荣耀 耶稣在变化山上 他身体发光 他也得到荣耀 但是那不是他所讲的最高的荣耀 甚至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那也不是他所讲的最高的荣耀 耶稣所讲的荣耀是什么 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面对他的敌人 对那些定死他的人 取笑他 侮辱他 他说你可以救自己 你为什么救别人不能救自己 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 我可以告诉你 耶稣绝对可以下来 他就是从十字架下来的时候 他也可以得到荣耀 但是那不是至高的荣耀 到底什么才是耶稣 主要得到最高的荣耀呢 是他被定死的时候 他可以对着那一群人说 对神祷告说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我们要知道 耶稣他真正最大的荣耀 是透过十字架的死 他能够把他的灵魂交在神的手里 他说成了 救恩完成了 这是他至高的荣耀 他的荣耀 最高的荣耀 必须透过经过死 才能够得到 我们必须要看到 这跟西利尼人来见耶稣 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西利尼人来见耶稣 耶稣说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耶稣借着这一句话 要做了一个伟大的宣告 我们不要忘记 西利尼人在犹太人的眼中 就是一个外邦人 当耶稣诞生的时候 有东方的博士是外邦人来朝拜 当他即将要舍命的时候 有西方的西利尼人 要来瞧见他 东方西方通通都挤在他的面前 要来默拜他的时候 他必须要让门徒知道 什么是神的荣耀 门徒听错了 门徒以为他得的荣耀是什么 他准备登基作王 他准备推翻罗马帝国 但是耶稣在这里说什么 刚才我们所读的 十二章三十节 耶稣说 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 因为耶稣很知道 他很清楚地知道 什么是神至高的荣耀 但是门徒不知道 今天我们必须要知道 这个声音是为你为我 为我们而要清楚地知道 什么才是神至高的荣耀 耶稣在这里做一个宣告 是什么 我即将舍命 我要成为全人类的救世主 我不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而已 我是全人类的弥赛亚 我是西利尼人的弥赛亚 我是东方人的弥赛亚 我们必须能够看到 这个宝贵的真理 耶稣他透过死了 得到至高的荣耀 你常常追求荣耀吗 你想追求让神也得到荣耀吗 什么是你真正觉得 神可以在你身上 得到至高的荣耀 当你被人伤害的时候 你可能希望伤害你的人 要面对上帝的公义 是的 当他面对上帝的公义 当他幡然悔悟 来跟你道歉的时候 是的 神可以得到荣耀 但是那不是至高的荣耀 当你懂得像耶稣一样 当那些伤害你的人的时候 你可以为他祷告 你说父啊 我愿意赦免他们 主啊 我相信一个会伤害人的人 他自己一定也受伤 求主医治他的伤 我可以告诉你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你就是经过了死 你就像耶稣一样 得到至高的荣耀 我们必须要能够明白 你要想要成为一个立脉子 结出很多子力的话 这个步骤你不能够省略 曾经有一位圣徒 他的名字叫做Joseph Tom 这是一个罗马尼亚的 一个教会领袖 他有一次发了一篇言论 来劝教会 鼓励教会 要坚定信心 不要被共产党所迷惑 不要受他们所威吓 因为共产党要他们相信 没有神存在 共产党才是一个最好的主义 最好的信仰 但是他发出了这样子的一个 他通告 让当时罗马尼亚的教会 通通都知道 所以共产党把他逮捕 叫他做一件事情 他说你既然发出去了 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 就是你把它收回 收回的方式就是 你承认你的错误 你重新告诉众教会说 我所说的东西 是我一时受的迷惑 没有神 共产党才是真正的 最高的主义 它才是真正的 最好的信仰 叫他们放弃 基督教的信仰 来接受 来相信 来跟随共产党 当他这么一说的时候 这个Joseph Tom 立刻说不可能 我不可能这样做 那些的 共产党的那些公安警察 对他说一句话 他说 难道你不懂得 面对现实吗 你知不知道 我可以杀了你 当他听到 杀了你这个字的时候 他并没有畏惧 他的回答 才是让我们感到 不可思议 你知道他回答什么吗 他说 Your supreme weapon is killing Mind is dying 你的最高的武器 就是可以杀 但是我最高的武器 就是我可以死 他说你们可以杀了我 你杀了我 我的血就流到 流到片满在 我自己所传出去的 那些信息的里面 包括那些录音带 传出去的 撒上了我的血 它只会传得更快 因为罗马尼亚 所有的基督徒 那些教会 会更相信 我所讲的是真的 因为我用生命来背书 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共产党把他放了 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没有 神在他身上得到荣耀 因为他准备为神 殉道 为神舍命 不止如此 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个人 他是个牧师 他的名字叫做 Florensky 这个牧师也是一样 在罗马尼亚 有一次他在地下教会 在那里聚会的时候 就被逮捕了 由于他是个领袖 共产党需要他 召出更多的教会的地点 召出更多的那一些 所谓的教会的联袖 他怎么样都不肯 不管用什么样的暴力的方式 他都不会拿出来 最后共产党使出了一个杀手剑 他知道他不能忍受一件事情 就是他不能够看到 他的儿子受苦 所以他就把他的那个 十几岁的儿子抓来 抓到监狱那里 当着他的面 就凌虐他的儿子 就殴打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本来是一个 非常小白脸 细皮白肉的 一个阴挺的一个少年人 可是当他们带到他的面前的时候 逼他就范的时候 就殴打他的儿子 殴打他 弯腰驼背 他鼻青脸肿 甚至他的嘴巴已经流了血 这时候 这个Florenceke牧师 看到他儿子如此的 这样子的 一个狼狈的样子的时候 他再也受不了 他说Stop 不要再打我的儿子 共产党立刻停止 那些的秘密警察 没有再继续打 可是你必须要听到 必须要听到他说了什么 他对他儿子说 儿子 爸爸爱你 爸爸没有办法忍受你被殴打 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 我必须要告诉他们 他们所要的 你听到的这番话还不够 你要听到他儿子怎么回答 当他儿子听到他父亲 已经开始动摇的时候 他跟他讲说 爸爸 爸 他说我求你 你想他要求他什么 我求你不要让我有一个 背叛耶稣的父亲 他说爸 我就是死 我也要荣耀基督 共产党把他杀了 也把他的父亲给杀了 你想想看 这两位圣徒殉道了以后 罗马尼亚的教会的光景 是不是也跟着死了 不是的 到今天为止 如果你有时间回去 在你的电脑里面搜寻 你会非常的惊讶 罗马尼亚是全世界 基督徒的人口比例 最高的国家之一 如果也把天主教算进去的话 是98% 你简直不敢相信 殉道者的血 像一粒麦子埋在地里 就结出许多的子力来 这不就是一个荣美的见证吗 今天你我不用害怕 神并没有拣选你来殉道 你要经过的死是不同的死 你一样可以荣耀基督 你一样可以让神得到最高的荣耀 另外一条途径 我们要感谢主 因为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 那条途径就是约翰福音15章第8节所说的 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 你要走耶稣所走的路 你不需要上十字架 你不需要为耶稣死 你要为耶稣活 你要多结出果子 我们的父神也可以得到荣耀 你愿意吗 最后让我们来认识一对 一对宣教师的夫妻 在1921年 瑞典有一对年轻的夫妻 他的名字叫David and Severe Flood 这对夫妻 他们回应上帝的呼召 从瑞典到非洲去 非洲的心脏的地方叫做刚果 当时叫刚果 现在叫做撒伊共和国 他们准备要在那里 像一粒麦子埋在那里 当时他们到的时候 就认识了另外一对 从北欧来的一对宣教士 他们一起祷告 决定了他们要到一个偏僻的地方 去建立教会 他们找到了一个村庄 一个部落 人口不到一千人 可是当他们准备要传福音的时候 受到一个很大的阻力 当时的村长马上就拒绝他们 他说你如果这么做 会得罪我们现在在拜的这些 所谓的土地公这些神明 所以他们无奈地就必须要离开 就在那个村庄外面 大概一里路的地方 他们盖了一个草房就在那里居住 唯一可以跟村庄有联系的 就是一个年轻的小孩子 每一个礼拜两次来跟他卖鸡蛋 所以他的太太就想说 这是我唯一一个机会 我还是要带领他信耶稣 他这么做了 所以这个卖鸡蛋的小孩 那个鸡蛋的小男孩 就成为他们在非洲所结出的 第一个国子 以后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没有事情让他们感到兴奋 所听到的都是坏的消息 所听到的都是什么 都是有瘟疫 都是有所谓的瘧疾 以至于那一对北欧的那一对宣教士夫妻 就是他们就放弃 他们受不了苦 他们就回到原来的那个宣教的大本营 就只留下去对夫妻在那里孤军奋战 没有想到1922年 他就生了一个女儿 在生女儿的过程当中 因为他的身体很虚弱 没有坐好月子 孩子在他的女儿17天的那一天 他就因为瘧疾而死 这个太太死了以后 丈夫不只是难过 他简直就是已经崩溃 他把他太太埋葬在那里了以后 他就带着他的女儿 回到那个宣教大本营 并且把他的女儿 交给那一对宣教士夫妻 他自己就回到了瑞士 他已经准备放弃了 他宣教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愿 没有想到八个月后 这对宣教士也一样地 因为被下毒 因为被那些土著下毒而死 最后这个小女儿 就被一对美国的宣教士领养 就带回来美国 在美国受很好的这样子的一个 基督教的教育 他也找到了他爱主的一个男朋友 最后他们结为夫妻 他们就搬到了西雅图 有一天 他在他的信箱里面 突然收到了一本非常不可思议的 瑞典寄来的一个宗教杂志 他简直不敢相信 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 也不知道是谁寄给他的 当他打开一看 他发现全部都是瑞典的语文 他完全看不懂 但是有一张图片 他就抓住了他的眼睛 那张图片就是一个坟墓 有一个白色的十字架 十字架旁边有他的生母的名字 他当时立刻跳上车子 跑到他先生所服务的那个大学 有找到一位 从瑞典来的那些客座教授 请他替他翻译 他才知道说 原来那一篇文章是在描述他的生父生母 还有那个卖鸡蛋的小男孩的故事 那个卖鸡蛋的小男孩 在他父母离开了以后 持续不断地延续了这个卖子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 带领了很多人信了耶稣 当他读到这篇文章以后 他决定要去寻找他的生父 他真的就到了瑞典去 也让他找到他的生父 他的生父已经再婚了 他有一些同父异母的三个弟弟 一个妹妹 当他们在一起面对面 在那里相拥而弃 在那里有一段感性的交谈以后 他说我要看看爸爸 他的兄弟就警告他说 可以 可是你要忌讳一件事情 千万不要在他面前听上帝 提到上帝他就非常生气 他就进到他所住的那个apartment 当他进去的时候 发现有一些的酒瓶是空的在那里 他就知道他爸爸是一个会酗酒的一个人 七十三岁的老人 当他到他的房间的时候 当时他在不久前已经得了中风 他就并卧床他 他看着他 他就说爸爸 他叫他爸爸的时候 没想到 这个David Flood 他一回头一看 他就回答他 Ana Ana 他竟然认出了他的女儿 也许他是因为神感动他 他叫出Ana的名字的时候 他就说 爸爸不是要把你抛弃 我不是有意的 我是逼不得已的 当他这样进步解释的时候 Ana马上跑去抱着他爸爸 说爸爸 没有关系 上帝很爱我 上帝非常的眷顾我 当他提到上帝这两个字的时候 他爸爸的身体突然变得僵硬 脸色完全翻脸 他马上说 不要跟我提上帝 上帝让我失去一切 我不要再听到这个名字 当时他立刻跟他爸爸讲说 爸爸 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 你还记得那一个 卖你忌惮的那个男孩吗 当他长大了以后 他得到了救恩 他就说服了他的村长 让他在那里开了学校 他收了学生 传福音给学生 学生传福音给父母 到最后连村长都信了耶稣 全村有六百个人 已经成为基督徒 他爸爸流下了眼泪 当天下午 他带他爸爸回到了天父的面前 当他离开瑞典的几个礼拜后 他爸爸回到了天家 在他回天家之前 他先跟天父 恢复了很好的关系 这故事并没有结束 经过了两三年 1970年代的时候 他们有机会要参加 因为他的先生是在一个 所谓的基督教的一个学院里面 当校长 他们有机会参加在伦敦所办的 全球全世界的基督徒的大会 当时有一个所谓的福音大会 各国的代表出来报告 大家听到萨伊共和国报告 报告他们的国家 就在那个70年代 已经有11万人 已经送喜归入了耶稣的时候 他会后立刻找到那个年轻的人 他就问他说 你认识 你认识David跟Severa Flood吗 他说当然 他是把福音传给我们的人 我们所有的人都认识他 他说我就是他的女儿 当他听到说 你就是他的女儿的时候 他立刻流下眼泪 他立刻紧紧地把他抱起来 立刻几乎就像那个非洲人一样 把他在空中这样摇来摇去 他说你知道吗 他大声地说 我是那个卖鸡蛋的男孩 他邀请他 他说你一定要来非洲 来你当时父母穿福音的地方 事后他真的去了 他受到了非洲人那种热情的欢迎 但是最感性的一面不是 是那里的牧师 把他带到他母亲的那个 白色十字架的那个牧的面前 他跪在那里 他在那里祷告 他向神献上感谢以后 那个牧师立刻就读了一段圣经 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 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 人就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写出许多的子力来 他说出了耶稣的生命 他说出了David跟Sivirah的生命 同时他也要说出了使徒们的生命 但是这一段经文 是不是也可以一样述说我们的生命吗 让我们请师请来为我们弹奏这首诗歌 在我们结束今天聚会之前 我们还要再读这段经文 就是二十一节 耶稣的门徒 菲利安德烈跑来告诉耶稣 因为有西里尼人要来见耶稣 所以他们来跑来 西里尼人怎么说 你要仔细地读这段经文 因为这段经文神要对你对我说话 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 这群外邦人对着那一群以色列人 对耶稣的门徒说 我们愿意见耶稣 经过两千年以后 你觉得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吗 我可以告诉你 时空已经改变了 的确有些东西已经变了 但是有些东西还没有变 我可以告诉你 有些东西没有变的是什么 仍然很多人在救恩的门外说 我们愿意要耶稣 我们要见耶稣 我们要得到耶稣 还是有这样子的呐喊 有这样的呼声 只是你有没有这样子的 属灵的耳朵去听到 但是有个地方是改变的 那改变就是耶稣的回答改变了 今天在你回家之前 你就必须要知道耶稣怎么回答 耶稣说我的时候到了 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什么意思 这个已经改变了 在那个时候 耶稣说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他还没有真正得到至高的荣耀 可是今天已经不一样 他得荣耀的这个事实已经发生了 耶稣已经定时了十架 他已经死里复活 耶稣今天如果我们对他说 哦主啊 有人愿意要见耶稣 你说耶稣要对你说什么 他说我今天已经复活了 我已经活在了里面 你们要让他在你们的身上看到我 我们必须要知道这句话的意思 对我们的意义 人不只要从我们的口中听到耶稣 人要在我们的身上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到耶稣 人要因着我们愿意 像麦子我埋在地里 而得到耶稣 人要这样做 那个人会是你吗 你愿意吗 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 人要因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